兩岸關係緊張 為了強化全民國防兵力 明年起伏兵役的疫期 將從四個月恢復成一年 不過中央也釋出誘因 由政府為一南提交 每個月百分之六的退休金 直到退伍後 可以銜接日後的職雅撫恤制度 十號立法院也三讀通過 決議議務役 服役期間 提交退休金條例 制定通過 專家試算 如果以二兵一兵薪資 兩萬出頭來算 退休後至少可領 將近九萬元的退休金 而依照國防部的規劃 明年徵集入伍人數 大約是九千一百二十七人 要增列的預算 估計大約有一億五千萬元 雖然兵期從四個月變到一年 但對一南來說 至少多了一筆退休金